魚 不穿最性感吧 妳那個男朋友 該不會是艾成吧 妳先不穿 不穿了 什麼叫我先不穿 兩隊的女朋友 不知道我知道答案是什麼 艾成 怎麼說 西文町 江蕙大吉 有一位是 一位叫愛娃薩文町 東門的西文町 西文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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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西文町一曲 超級藝點通 李教育 這兩隊 三三隊 首先介紹我們的桶桐隊 西文町 好 豪傑哥 以及我們的艾成 今天介紹我們的元昊隊 哈囉 我們的元昊 美麗的Gigi 以及我們的林道遠 好 是的 兩隊在比賽之前 請把你們的願望許下來 來 來個狠的 好 兩隊現在真的許下他們的願望 Gigi已經把 動筆已經開始寫了 寫什麼東西 一定要的 愛 愛什麼 我們愛 難道是艾成嗎 為什麼呢 解完你的願望 請把它放回你的願望卡裡面 抄襲點通遊戲規則 藝人照圖卡提示 在時間內進行答題 答對及得分必須答 答錯換對方猜題 各位加油囉 是的 第一題 猜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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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看 第一個題是 我知道 又是警察 我知道 對 關公 先猜關公 為什麼不是包金片 關公 關公 因為警察局都拜關公嗎 還是 包金片旁邊那個 開封優哥 包金片 旁邊兩招 展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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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覺得是 展招 羽毛展招 羽毛展招 展招 展招隊不對 展招 對 Jeky Chan 為什麼 對 警察的故事 警察故事啊 OK 成龍隊不對 第二個提示 金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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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過金馬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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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馬獎 兩隊請搶答 兩隊請作答 劉德華 好 我們覺得是 劉德華 是 我們知道 劉德華華哥 是 他其實在... 他演很多警察 港片的產量很多 吳堅道 那時候他們... 吳堅道 劉德華對不對 對 你們搞錯了 劉德華拿金馬獎 是在按讚裡面 真的嗎 對 跟劉卿筠 對 吳堅道是 統一了 等一下你們可以統一一下答應嗎 我統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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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統一了 你們決定是 梁朝偉 梁朝偉對不對 我覺得有點可能 對 不是 因為梁朝偉太好猜了 我們謹正的來看第三個提示 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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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請搶答 是誰演的 是誰演的 你想得太有道理了 孫翠鳳之前有幫 對 然後他也拿過金馬獎 對 然後他有演那個 白蛇傳在歌仔戲 對 有演過白蛇傳 他是演 很聰明對不對 很聰明對不對 對 你好棒 聽起來滿有道理的 這三項不敢是精力 智力 統統都符合我們 對 孫翠鳳 孫姐 對 孫翠鳳 對 對 對啦 也不是 統一請坐的 他就說孫翠鳳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金馬獎 對 趙雅之嗎 對 真的 趙雅之心 這個是我媽媽那時候的偶像 對 同想破頭的答案 對有豪傑、艾成、豪佩和 究竟這答案是硬掰還是真的咧 請坐的 而且他就說孫翠鳳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金馬獎 對 趙雅之嗎 對 真的 趙雅之心 這個是我媽媽那時候的偶像 其實沒有答案沒有關係 你知道嗎 不要一講了一個人 對 就是他 因為他剛才講的是小丸子 對 就是小丸子 對 但趙雅之真的是演白蛇狀的那個 所以你猜的是 趙雅之 趙雅之 他演過喔 白蛇狀 趙雅之 對 不對 我們來看第四個提示是什麼 青春 劉浩隊 好啦 好啦 劉佳麟 劉佳麟 因為你們看到梁朝的時候 一面就是聯想劉佳麟 答得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劉佳麟 對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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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講到了一點 謝謝 他好像有點暈眩 可以幫我站上車 張曼玉 張曼改 確定你 但是你還要不要再改 不改了 張曼玉對不對 他好像是故意 各位 我們聯想題第一題 第一個提示是 我們的正解是張曼玉 他在成龍的電影警察故事 1985年扮演的女友阿美 這個青春可愛的角色 是由張曼玉在成龍師的 武打喜劇風格中 顯得格外的清心奪目 第二個提示 金馬獎 在2000年的時候花樣年華中 張曼玉摩登懷舊的成熟 再次贏得了肯定 片中60年代的香港 老上海的風格 也凸顯出導演王家衛的個人風格 了解 青蛇和王主賢所主演的 真白蛇傳當中 他還沒有出聲 我看過耶 最後一個提示 是 梁朝偉 張曼玉是與梁朝偉合作 次數最多的女演員之一 對 因為自1980年 同在香港無線台拍攝電視劇開始 他和梁朝偉就開始工作上的合作 兩人因此也具有許多的默契 沒錯 所以我們的意志題第一題的正解就是 張曼玉 了解 謝謝大家觀眾朋友 您猜對了嗎 緊接著意志題 第二題 也是猜人 人 我們來看第一個提示是什麼 兩隊 請想答 猶豪隊請做答 好緊張喔 你剛剛想的魚狼共舞 對 魚狼共舞 還是 可是 我覺得這不是答案 那你覺得是什麼 小紅帽 有大約的 所以我們不用卡通信用真的是要 要混淆你的 小紅帽對不對 太遜了啦 紅帽請做答 狼 琪琴啊 歌都有唱啊 我是一匹來自遠方的狼 你只是想要唱對不對 小紅帽 辣 雞尘的狂 我知道 我知道答案是什麼 愛辰 怎麼說 大會不會這樣出題啊 這個是 我覺得很有可能耶 我覺得很有可能耶 所以你們決定是愛辰 對 不可能讓人 我覺得是愛辰 我覺得你們一定答應 我覺得不可能啊 不要錯 不要錯失一個機會 張學有什麼 張學有什麼 有可能 雪狼虎 雪狼虎 對啊 張學有對不對 有啊 我們直接來看第二個提示是什麼 就是誰 凡挺龍屎 凡挺龍屎 兩隊 請搶答 猶豪隊請做答 松島蔡太子 松島蔡太子 松島蔡太子對不對 對 彤龍隊請做答 我記得凡挺龍屎塊拍過一部戲 叫 陳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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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陳吉思汗在古代來講 他是 陳吉思汗 對不對 就這樣對了 我們的正解就是 陳吉思汗 第一個提示 狼 蒙古人 自比是蒼狼的後代 天生就有 銅皮鐵骨的體魄 與勇猛無所懼的性格 戰爭對他們來說 是生產方式的一種 因為戰後 他們可以獲得俘虜以及財物 第二個提示 對 這部戲有的印象 其實我很喜歡他 第三個提示 蒜羊肉 我想應該就很好猜 對不對 是 我們的最後一個提示是 就是蒙古包 蒙古包 我想因為這是他們的蒙古草原 負面移動所居住的 他們的房子 我想就很簡單啦 好 所以我們的正解解答就是 陳吉思汗 這次吉思汗的觀眾朋友 您猜對了嗎 緊接著一字題 第三題 也是猜人 是 我們來看第一個提示是什麼 藍天白元 是窗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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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提示是窗戶 兩隊請搶答 紅包隊請做答 請說 剛剛你有看過一個窗戶嗎 余晨慶 余晨慶 為什麼 他有一首歌叫《請開窗戶》 MV有這個畫面 是 對 余晨慶 余晨慶 哈琳哥 是的 哈琳哥 對 對 有窗的歌太多了啦 紅包隊請做答 窗戶 不是 對了啦 對嗎 比爾蓋茲 還假的不是想 因為我們都是 發明窗戶的嘛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是專業的 比爾蓋茲對不對 我們來看第二個提示是什麼 要搶答嗎 西門町 西門町 兩隊請搶答 一號隊請做答 那個是六號出口耶 出口的演員 開窗 阮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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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做答 請說 江蕙大姐 為什麼 因為她有唱一首歌 看著西門町 然後那個是 那一首歌有一個首歌叫 愛我三分之 當門在西門町 西門町 那看天台流星 對 真的好耶 好厲害喔 江蕙大姐 對不對 二姐江蕙 不錯耶 這大姐 對今天的題目都很難 不好講 我們來看第三個提示 是什麼 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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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隊請搶答 一號隊請做答 我幹嘛按這麼快 對啊 今天不是要比按鈴嗎 桃淵明 她去逛西門町 OK 桃淵明 對不對 那我沒有答案嗎 桃龍隊請做答案 沒辦法了 我們要答這個 我剛剛想到一個 是 對 桃金蓮 為什麼 因為她每天打開窗戶 等著西門町來 就可以桃花躲躲開 潘金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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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提示是什麼 秦翰 秦翰 兩位請做答 林青霞 林青霞之前有跟那個 一起演情侶啊 對 林青霞對不對 不對 對了 是的 我們一字題第三題呢 我們的鄭姐就是我們的 林青霞 為什麼呢 第一個提示 窗戶1972年 年僅17歲的林青霞 在西門町被星探發掘 隔年1973年 便飾演由瓊瑤所寫的 窗外 窗外是一名 你便飾演的 江彥隆 當年那位17歲 沒考上大學的林青霞 在那個時候 他除了在台北火車站 對面的補習街補習之外 空閒的時候跟著朋友到西門町走走逛逛 不過這一走呢 林青霞連被四位電影明星的心態 地名片 就是希望他能夠點頭簽約 桃花 林青霞演出 暗戀桃花園 是他第一部舞台劇的作品 舞台劇的作品 秦翰 秦翰跟林青霞相遇的時候 林青霞正值青春少女 但秦翰卻是已經有期有子了 這個林青霞的男朋友 向林青霞求婚的時候 林青霞打電話問了秦翰 我要不要嫁給他 秦翰說 結果這個婚約持續了四年 最後1984年林青霞解除婚約 林青霞自己承認 他始終最愛的還是秦翰 這麼吃錢 我們的第一回合 義智提 兩隊的分數分別是 統統隊得到的是 袁浩隊得到的是 我們馬上進入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超級領同第二回合 雙火提 第一題 請聽清楚了 網友票選 約會的時候 女生最不喜歡男生的事情 千五名 請搶答 好厲害 好厲害 同學隊請做答 遲到嗎 對啊 對啊 遲到 遲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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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不打扮 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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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身體有臭味 有體味 體味太重 有體味 有沒有 體重 真的有耶 一直講電話 一直講電話有沒有 分心 彤彤帶請作答 沒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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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沒帶錢 沒有耶 要去帶錢包 講章話 這個 抱出口 沒禮貌 抱出口 對 沒禮貌 抱出口 有沒有 沒有 炫耀 炫耀 比如說炫耀 我教過什麼女朋友 炫耀我開什麼 就是一直把過去的那種 拿出來聊 我跟那個誰 把之前的女朋友來 跟現在女朋友做比較 炫耀請洗 有沒有 開黃腔 開黃腔很考慮 開黃腔吃豆腐 有沒有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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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網友票選約會的時候 女生最不喜歡男生的事情 前五名 緊接著我們來到了 生活題的第二集 兩位請聽清楚了 網路票選 女生怎麼穿 最性感 前五名 請作答 童童隊 請作答 小禮服嘛 就是一般我們那種晚宴的 酒會 穿禮服 有沒有 來 這次是第一名 馬上回答 男生的白衣服 一個變態 穿男友的衣服 有沒有 第一名 還有 穿護士裝 角色扮演 外表演 對 角色扮演 換成要出來了 第一題你們討論 來 你是小禮服 對 有沒有 有 快點演話繼續 緊身牛仔褲 緊身牛仔褲 緊身褲 就先穿緊身褲嗎 緊身褲 緊身褲 有沒有 有 有 能不能夠請作答 等一下最性感你知道嗎 穿最性感 哎呀 我常常問 對 妳常常不穿 就常問男朋友一句話就是 Baby妳覺得我今天怎麼樣 穿最性感 男生都回答說 不穿最性感 不是這樣嗎 她騙妳的 妳那個男朋友 女生怎麼穿最性感 這個屏幕 就常問男朋友一句話就是 Baby妳覺得我今天怎麼樣 穿最性感 男生都回答說 不穿最性感 不是會這樣嗎 她騙妳的啦 妳那個男朋友 該不會是艾成的啊 真的 喂 我沒那麼閒思,OK 我喜歡吊帶的 哪一個 吊帶的,喂 什麼叫 好,不穿 先猜 你先不穿 不穿的哦 什麼叫我先不穿 你先不穿 我們先... 我們先回答不穿 不穿 定有 不穿 有沒有 你好 對,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個答案 還真的有哦 迷你裙啊 好 迷你裙有沒有 好,還有一個 最後一個 低胸妝哦 低胸 低胸 露絲葉線的哦 對啊 低胸 有沒有 劉浩瑞,請坐牢 我想起來了 性感睡衣 好 真的哦 有沒有熱影熱線的那一種 甚至現在有一種 用糖做的 有嗎 用什麼做的 用糖 有一種就是 用糖做的不好啦 你把他吃掉 不是 夏天會被螞蟻搬走了 喂 你就是那個螞蟻啊 喂 看到沒有 這就是網路票選 女生怎麼穿 最性感 哦 是的,緊接著 我們來到了 生活題的第三題 網路票選 男生 兩隊 請做答 我幫你講答案 這個講出來 這個好嗎 天花板 天花板 誰家天 天花板 等一下,誰家天花板 有些人會有隔間 有些人會有 天花板 有沒有 口紅袋請做答 我朋友大部分比較多 要不然是 可以鞋合啦 鞋合 鞋合 鞋合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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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鞋合 會不會有 就衣櫃了嘛 他這個 書本裡面也是滿容易的 他這個 鞋頭底下 你確定要答這題題目嗎 沒有 你這樣沒有地方長嗎 鞋合 老婆我每天都會那個 戴欣姐 仔細看囉 我會直接講的 枕頭底下 你看枕頭底下 對啊 枕頭下面 但枕頭下面 其實也是一個 還不錯的地方 有 有 沒有 有 有 一樣比較老派的 老派 那個 餅乾盒裡面 還是書本 我覺得書本裡面應該有 書本 他常看了一本書吧 然後跟書籤放在看那一本 不是常看 是不常看的書 有經驗 真正 藏在書本裡 有沒有 車子 藏在車子裡 襪子裡 襪子裡 還是像小學一樣 藏在書房裡的 抽屜的內 內 抽屜也有 抽屜也有 就是木頭 拉出來之後 它裡面有個軌道嗎 背面還有一層 對 暗陀 暗陀 抽屜背面就對了 是 抽屜背面 有沒有 沒有 沒有 床墊下面 床墊下面 因為蓋不起來 對,床墊下面 有 有沒有 床底下 最大的鼻翼耶 衣櫃裡面 是衣櫃裡的西裝口袋 外套的暗袋 好 就是這樣 外套的暗袋裡面 有沒有 彭彭隊請作答 畫 背面 我是說在畫的那個 框的夾在後面框裡面 畫後面 有沒有 有 有耶 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男生 最容易藏私房間的幾個地點 OK 是的,我們的第二回合 生活題也全部答完啦 在這邊宣布一下兩隊的成績 在這一回合裡面 童童隊得到的是 三十分 元浩隊得到的分數是 兩隊第一回合跟第二回合 加起來的總成績 童童隊得到的是 元浩隊得到的是 55分 掌聲 所以今天超級藝點頭就是 有個元浩隊獲勝 姿勵現在 我們打開願望卡的袋子 來看看今天的願望是什麼 愛的蝴蝶秀 打豪傑書三下數 雞雞有很多代理師嗎 對 雞雞 準備好了 雞雞是 很有力氣的我告訴你 牛海 Exactly 第二下請尋情 什麼情經都爆出來了 阿叔你可以嗎 我平常還滿喜歡衝浪的 我知道 這來 來 我好不然你會 剛剛會打我 一 二 三 威風的水的我 第三位 不會換手啊 我們的重量級選手來了 來吧 換一下 還滿痛的耶 好 傑哥 在這裡我要說是 因為我是裁判嘛 你放心 你如果是有可能會打受傷 會是骨頭 人家在這裡 有一句的 打動手骨 等到沒有 行 好紅喔 很痛喔 對不對 真的很痛耶 很特別 都紅了 但紅起來了看到沒有 真的很痛 來 兩隊請到前面來 是的 我們今天的超級一點通 不知道大家的電視機 前面的觀眾朋友 有沒有學習到一些新的知識呢 是的 記得每晚七點半 也要鎖定我們好看的 新兵競技拳